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北部地区人就有云系飘过 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人就会有一些短暂雨 当然这雨势并不大 不过就是那种飘雨的一个状况 如果没有攜带雨具的话人就是会淋湿的 不过这一波的零星的云系 大概只能够维持到今天上半天 下半天开始就会降雨去缓 然后雨势也会趋缓 然后同时会慢慢的呈现回稳的状况 迎接明天以及星期六早上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请大家做好准备 好那么这个是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虽然还不稳定 但是下半天渴望趋雨稳定 而中南部地区仍旧是非常的稳定 而且是相对温暖的地方 好这个是今天的大致的一个天气状况 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 尤其是明天后天早上 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是近期大幅回温的好天气 只有东北部地区跟东部的迎风面 可能还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性的降雨 那么可是要注意的是 礼拜六下午开始 又有一波风面来报道 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而紧接在后的 是下个星期一星期二 又有一波的冷风来报道 那这样子一来 会让整个北部地区的低温最低 甚至于下探11度 最近这个温度如果下探11度的话 我真的觉得怎么会这么冷 好那是下礼拜一的事情 我们先来迎接的是今天下午 一直到礼拜六早上相对稳定的天气 过一天算一天吧 好天气就是这样子 变化非常的大 好今天呢 北部地区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18到22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多云时勤 降与几率都是10% 白天的温度呢 是19到29度 遭暗温差很大 而在这个东部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雨 降与几率是5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6度 而澎湖地区 勤时多云 降与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19到2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18度 台中 宜兰 花莲 20度 台南19度 高雄22度 台东21度 澎湖也是19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都是大涨的 道成工业指数 上涨了779点 收盘指数是23433点 涨幅3.44% 而纳斯拉克大涨了203点 收盘指数是8090点 涨幅2.58% S&P指数上涨了90.57点 收盘指数是2749点 涨幅3.41%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上涨了54点 收盘指数是1639点 涨幅3.44% 好 美国股市的上扬 有两大因素 那一个呢 是跟疫情有关的 另外一个呢 则是属于美国 自己内部的政治情势 那么在疫情的部分 这真的是好消息 因为白宫卫生顾问佛琪 他一向跟川普唱反调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一位这个身材比较娇小的 这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 他呢 接受福斯访问的时候呢 倒是相当乐观的说 因为呢 现在呢 美国所做的这一些社交隔离啦 然后禁逐令的这一些做法 确实使得美国呢 使得美国的疫情呢 看起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控制 估计整个死亡人数呢 预估数字渴望调降 原本呢 他提出来的 可能会有10万到24万人 死亡 预估呢 可以调降的话呢 这个当然对于市场来说 就确实是一个相当的好消息 而另外一个 在美国自己内部的因素呢 是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 桑德斯宣布退选 所以呢 几乎就已经确定 美国呢 就是要进入这一场选举呢 是由拜登对上 川普的一场选举 那因为桑德斯呢 他相当左派的一个论调 其实呢 多少对市场来讲呢 是一个变数 那现在呢 是比较温和的 这一个候选人 川普 这个拜登呢 出现了 那么这一点呢 当然也就激励了美国股市 因为去除掉了另外一个 不确定性因素 好 疫情控制 德文 然后另外一个呢 则是美国民主党呢 现在应该是确定 由拜登来出现 这些呢 都激励了美国股市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昨天呢 是上涨的 因为呢 美国所公布的 上周的原油的产量下降 我觉得市场现在呢 都是在寻求好消息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 其实昨天呢 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美国的能源署啊 所公布的数据啊 一好一坏 就油 就原油市场来讲啊 好的是呢 原油的产量是下降了 而坏的是呢 上个礼拜的原油库存呢 是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呢 原油库存增加 其实当然对于油价来说 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 因为今天包括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还有包括了他的这些盟国 这个OPEP Plus呢 今天就要举行会议了 那现在呢 美国的原油产量减少这件事情 是否有助于这个美国的 有助于全世界达成减产协议 这一点呢 帮助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油价的大涨 纽约油起货价格上涨了1.4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25.09美元 涨幅6.18%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9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32.84美元 涨幅3.04% 好那另外在黄金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小涨了60美分 每盎司的报价是1684.30美元 涨幅0.04% 不过黄金要注意的是呢 黄金期货跟现货价之间的价差呢 还在继续的扩大当中哦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美元 美元指数呢 是上涨了0.3个百分点 来到了100.213 这里面呢 欧洲始终呢 欧盟财政部长 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纾困的 金额的协议 使得呢 欧元对美元相对弱势 那支撑了美元指数的上扬 另外我们看到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18百分点股价指数 下跌了26 三大指数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18百分点股价指数 下跌了26点 收盘指数是5677点 跌幅0.4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小涨了4.48点 收盘指数是4442点 涨幅0.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23点 收盘指数是10332点 跌幅0.23%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以及最新的一些讯息 那么首先呢 是美国的卫生顾问 这个是极为重要的防疫的 这个重要成员 那么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 佛奇 他呢预估美国呢 这个礼拜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例数 仍旧会上升 但是这个礼拜过后 那么就渴望呈现下滑的趋势 那么之前呢 白宫呢预测美国的死亡病例人数呢 是10万到24万人 那么因为呢 采取的社交距离政策 看起来发挥了功效 所以呢 佛奇认为预估数字呢 渴望调教 而美国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呢 也说现在纽约市的呼吸器的需求呢 已经放缓了 住院率呢 也已经出现了稳定 所以虽然美国的病例数 已经突破了40万病例数 但是呢 那么这些趋缓的这些 这个趋势呢 都带来了好消息 好但是呢 在经济上面 是不是就能够一帆风顺呢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联准会的前主席 提出了警告 美国 柏南奇啊 这个是前前任 就是现任的这个是鲍尔 然后呢 前任是叶伦 然后前前任就是鲍尔 这个柏南克 柏南奇呢 他呢 表示 他在演讲的时候说 他估计美国呢 今年的第二季 可能经济呢 会负成长30% 好那当然 现在因为那么多的人 禁足令嘛 所以呢 第二季 四月 五月 六月 可能会萎缩 30% 但是呢 经济呢 这一次复苏 他认为一定会比 2008年 2009年 那个时候的金融海啸呢 要来的短的多 他说呢 美国经济将会复苏 几年之后 这一段经历 只会留下一个 很小的印记 这个 当他提到说 还是要看疫情 如果说能够很快的 遏止疫情的话 经济很快迅速反弹 不过 也有可能的情况是 经济活动 只是逐渐的重启 因为呢 疫情呢 随时有可能会复发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 Bernicke的一个预测 虽然第二季的预测很糟 但是呢 他也认为 目前的财政跟金融政策 那么配合的相当的好 所以呢 短期之内 虽然会有痛 可是呢 很快的恢复的几率 其实是蛮高的 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WTO世界卫生组织呢 则是提出警告 今年全年的贸易 可能会减少百分之三十二 那么比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还来得惨 因为全球三月份的 商业投资放缓 消费疲软 失业人数激增 所以呢 使得景气呢 走向了深度的重创 那么这里面 他们汇集了许多的资料 然后包括了这一些 进出口的资料 然后汽车业的销售的资料 然后还有包括了失业人口的相关资料 所以呢 WTO世界贸易组织呢 对于今年的经济前景提出了警告 那么在财政跟金融因应上面呢 美国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 事实上可以讲的是说 是全世界最快的 那但是呢 欧洲的速度 至今是全世界最缓慢的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有财政纪律的问题 一直讲话 喉咙就变干了 那因为呢 他们现在有财政纪律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呢 欧洲呢 到现在没有办法达成呢 任何的这一个 纾困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德国法国 他们现在呢 所做的GDP的预测呢 都是很明显的 那么大幅度的要下修 德国呢 现在预测 五大研究机构预测 今年的GDP呢 可能会萎缩9.8% 整个萎缩的幅度呢 是1970年代以来 最大的萎缩 而法国央行呢 也下修了今年法国的经济成长率 估计呢 今年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 将会下滑5% 这个呢 是创了1968年以来的 最大的降幅 但是呢 欧盟的财政部长呢 紧急会议 经过了马拉松 16个小时的讨论 人就没有办法对于 要纾困5000亿欧元呢 达成任何的共识 而欧洲央行预测 那么要纾困的金额 可能会要高达 1兆5000亿欧元 可现在连5000亿欧元 都变得非常的困难 可以看得出来 跨国合作这件事情 在现在呢 变得更加的困难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长远而来看的话呢 德国呢 昨天呢 宣布了一个 为了保护本土的企业 对于外资的宾购呢 将会变得更加的严格 过去呢 只有对于 具有国安威胁的并购案呢 会严格审查 现在呢 扩大到只有有潜在的干扰 都会严格审查 所以呢 未来德国在接受并购案呢 会变得更加的严格 而另外一方面呢 菲律宾有两个灭矿产 那么因为受到了 这些防疫措施的影响 所以呢 决定呢 暂时的停止采矿 所以使得全球的 涅矿的供需受到了影响 涅价呢 连续三天上涨 而印度呢 则是因为呢 锁国的关系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印度的原油需求呢 是重挫了七成 那么在这个纾困案的部分 欧洲虽然没有办法团结 可是呢 这个 这个韩国呢 一波一波的振兴方案 那么第二波的振兴方案呢 又将推出 估计呢 是53.7兆韩元 约合台币呢 是1.44兆新台币 那么在之前呢 是100兆韩元 所以两者相加起来呢 其实已经高达 4兆新台币 那最新的振兴政策呢 主要是针对出口商的 相关的贷款 而另外呢 澳洲呢 则是史无前例的 要寄出800亿美元 是800亿美元的 这个薪资补贴 对于呢 那么只要你愿意 确保员工 可以继续的工作的话 每两个星期提供 1500澳币的薪资补贴 约合台币 27000元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呢 其实是全世界的领先 就是对于 这一个新冠肺炎疫情 那么在解封了之后呢 它能不能够走出困局 现在呢 有五大讯号显示 中国大陆的经济产能 似乎正在渐渐的恢复正常 主要都在商品市场的部分 首先根据彭博经济研究呢 上个礼拜 中国大陆的复工率 已经达到了90%到95% 包括了钢铁市场建筑活动 跟炼油业 其中的炼油业呢 三月份的炼油产能呢 可能已经提升到了 每天1300万桶 非常接近去年 每天的平均1340万桶 而用电量的部分呢 也明显的看到回升 三月份的用电量 是二月份的两倍 那么同时呢 中国大陆的LNG的 液化天然气的买家呢 正在快速的在市场购买 同时呢 铜 金银铜铁锡的铜 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这些迹象从 由这个LNG 液化天然气 到发电 然后到铜 这一些工业用的 这一些金属 都看到渐渐恢复正常 所以能不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其实呢 未来这一段期间 如果没有再遭到 这个疫情的复燃的话呢 确实是有机会 能够出现 这个复 这个这个恢复的 好 不过中国大陆呢 还受到了 很严重的是 它的这一个 假财报的问题 它在美国上市的 瑞幸咖啡 那因为呢 它自己踢爆了 他们有灌水财务造假 那承认了 自己承认了 这件事情 那么瑞幸咖啡的股价呢 是暴跌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昨天呢 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 那主要是做 线上的课程的公司 叫做好未来 那么也呢 自己呢 暴露出来说呢 有部分员工 跟外部的供应商合约呢 伪造合约 然后造成了 夸大营收 那么这一点呢 也中错了 好未来的股价 同时呢 爱奇艺也遭到 空头的狙击 然后认为 爱奇艺呢 有夸大 它的财务造假的 这个问题 有它财务造假的 一个问题 所以也导致呢 爱奇艺的股价 受到了影响震荡 好那么 无论如何 我们来看 入股的部分 昨天是小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 下跌了5.39点 收盘指数是2815点 跌幅0.19% 深圳城只下跌了42点 收盘指数是10386点 跌幅0.41%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下跌了282点 收盘指数是 23970点 跌幅1.17% 好接着我们来看 国内的部分 昨天呢 经济部所公布 财政部呢 所公布的 三月份的出口是数字呢 那么比去年同期 只有微幅减少了 0.6% 显然呢 是要比喻起来的好 这里面呢 呈现的是 电子强 而传统产业弱 的一个两样型 在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呢 还逆成长 好就是年增呢 百分之十八 但是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不管是矿产品 化学品 塑像胶 还有机械 跟金属 基本金属 及其制品呢 都是下跌了 超过一成以上 所以电子墙 而这一个船产弱 那另外呢 在地域的部分呢 则是呢 对美国的出口减少 而对入港的出口回升 另外呢 无薪价的部分呢 昨天劳动部 所公布的无薪价人数 达到了8739人 那至于呢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连续两个月的下跌 当然也是受到 油价下跌的这个带动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倒不算是 特别的坏事 但是要注意通缩 如果真的出现 那可能对经济 就会造成伤害 不过台北股市呢 昨天表现极为强劲 大涨了141点 攻克了万点 今天的行情 能不能继续的乐观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没有必要的 有��观 vraiment 相逐� vlog 接近 我们老 academics 火车 被如果你看 脑妈妈 推出那个 子 感谢观看